金子蘭已經孕育著花苞了 已經分化著花芽了 在它開之前 給它澆了一次肥水 然後一直可以等到它花開完 開泄了才澆水了 這盆金子蘭一直養在屎內的川台上 每天能夠接受到早晨八九點鐘的陽光 我都會在每隔一個星期左右轉一下方向 讓它的葉子基本保持平衡 不要長得東倒西歪特別難看 我不追求月片一定要整整齊齊 因為只需要它開花就好 這顆金子蘭的花芥終於飆出來了 有一種情況如果出現夾芥 這個花芥出不來的話 那就用夾子把邊上的葉片兩邊夾住 這邊也是 兩邊這樣夾住 它的花芥就會很順利的長出來了 當然這個不需要這個很正常 要想金子蘭長得好最重要的就是澆水 很多人養金子蘭最終都是死在澆水上 不是就是澆的太少出現黃月 不是就是澆的太多出現爛根 君子蘭的花芥飆得多快 一下子就創出來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你看 這邊在發著新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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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在飆著花枝 多好 證明它的生命力很旺盛 君子蘭的花苞已經露色了 長得很快 這一隻有十朵 說到澆水 剛開始養君子蘭的時候 按照網上的方法一個禮拜澆一次 結果出現葉片發黃發軟 趕緊拖盆查看 已經出現了爛根的情況 及時清理了爛根 換了微濕的土 終於把它挽救回來了 之後半個月澆一次水 又出現了同樣的情況 再一次又把它挽救回來 之後每次澆水的時候 我都是拿手指抽一下它的土 特別乾了我才澆 基本上是二十多天到一個月才澆一次水 一直保持到現在 每次澆水的時候 我都會對上兩滴蘭花裝用水溶肥 其他就不會再給它任何的肥料 不再像以前一樣太過關注它 反而養不好 土壤方面 君子蘭喜歡肥沃 微酸 疏鬆透氣的土壤 我通常兩年換一次盆土 一般是在秋天的時候 在逆光下 君子蘭好漂亮 總共有十朵花 還沒有完全打開 君子蘭是喜歡半暈的植物 通常只要有散射光 就長得很好 我的這盆君子蘭在不開花的時候 就會不停的長心葉 一邊長心葉 一邊新陳代謝老的葉子 通常兩邊都會保持在八到十片葉子 君子蘭開了 真的很漂亮 在陽光下 更是鮮艷奪目 一枝十朵花 很漂亮 自從最頭疼的膠水問題解決了以後 我發現養君子蘭變得簡單了很多 平時都基本上不用去管它 差不多一個月澆一次水 澆水的時候 滴上兩滴 蘭花專用水溶肥 澆水我從來不用自來水 我都是用過濾水來澆 一段時間擦拭一下葉片的灰塵 讓它更好地進行觀合作用 自從這樣輕鬆地養殖君子蘭之後 它反而給我每年都會開一到兩次花 非常的開心 而且再也沒有出現過任何的問題 非常的省心 真的是你葉小心翼翼地呵護 葉發會容易出問題 君子蘭沒有什麼病虫害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澆水過多容易爛根 這顆君子蘭已經開敗了 如果你不想讓它接紙 就趕緊把這個花枝剪了 要不它會消耗大量的養分 準備今天把這根已經開敗的花茎給剪了 準備一把削過毒的剪刀 一張出方紙 你看這裡旁邊還有 還沒有發出來的花葉子 正在長的葉子 其實它之前已經有了 但是因為所有營養都主要供給了這個開花 所以這個葉子就沒有再繼續長大 把這個現在即時丟剪了 然後拿這個紙巾 你看它有汁滴下來很容易把它弄爛 這些是開敗了的話一粒清走 這個廚房紙先在這裡給它夾住一會兒 因為它有汁流出來 先給它吸住 不要讓它流到其他葉片的芯子裡 容易造成感染或者腐爛 等到它乾了以後再把它拿出來就可以了 君子蘭這一期的花就開完了 接下來給它澆上水溶肥 補充它開花所消耗的營養 從剛剛出現花苞的時候 給它澆過一次透水和濕過水溶肥 之後就再沒有給它澆過水 到現在花徹底卸了 有一個半月的時間了 它的肉質跟保水性真的很強 金子蘭的這個紙 如果你不剪的話 它會一直這個紙會一直長大 它所有的營養就會供到這個紙上 所以如果要靠它的紙來防止的話 非常費勁 所以通常我不會留它的紙的 直接就把它開完花就把它剪了 這樣還可能有第二次開花 因為去年就開了兩次 禁錶